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2022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 1972年 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親赴中國大陸 與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簽署了歷史性公報 近日 田中角榮的女兒田中貞季子 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 披露了當年田中與中共談判時的一些密事 迄今為止 中共官方從未披露過毛澤東 與田中角榮會談的詳細內容 只是從其他人的回憶錄中得知 毛當面感謝日本侵華 並且主動放棄了戰爭牌款 那麼 中共為什麼要放棄巨額賠償呢? 田中貞季子透露 50年前 正是冷戰高峰期 他的父親上任僅兩個月後 就擔負起那場與中共的巨大外交賭博 當時日本的一些政界人士激烈反對與中共建交 在他出訪前一天 一些鷹派人士甚至直接闖到他家 試圖阻止他離開日本 然而 田中角榮決心已定 不過 他告訴牛 擔心在與中共談判期間被下毒 並說 如果談判失敗 他將辭職 田中貞季子回憶說 在飛往中國大陸時 父親處於安全考慮 儘管自己曾多次陪伴父親出訪 但拒絕帶牛一起去北京 田中貞季子說 父親之所以冒著生命危險去北京 是因為他決心與中方和解 並改善關係 因為他認為 充滿活力的外交關係 可以使資源匱乏的日本從戰爭的破壞中崛起 並在全球競爭中倖存下來的唯一途徑 田中貞季子引用他父親的話說 中國問題懸而未決 對日本的未來不利 他的父親準備低頭道歉 為日本的重大利益創造雙贏關係 然而 與他的擔心相反 中共對田中進行了非常熱情的款貸 而且主動放棄了戰爭牌款 但中共這樣做的前提是 日本必須承諾與台灣斷絕戰事關係 曾記子說 中共放棄戰爭牌款 這讓田中感到最大的安慰 1994年出版的 毛澤東私人一生李治綏回憶錄提到 毛當時對田中角龍談到 好多日本人都要賠禮請罪 不過毛說 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 今天才能在北京見到你們 意思是說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 要感謝日本侵華 才避免被蔣介石的國軍殲滅 確實 國軍八年抗戰犧牲巨大 而中共卻借抗日之名在後方不斷壯打軍事實力 然而 中共放棄了日本的戰爭牌款 但並沒有停止尋找替代方案 1978年 但小平的領導地位基本確立 要推行改革開放 當時 十年文革讓中國變得千瘡百孔 但要實施改革開放 必須有外資和技術 而中共與西方的關係並沒有戰場化 這時 中共想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 而日本方面 因為清華的賦罪感 也想通過經濟援助來補償中國 幫助中國變成富裕和民主的國家 1978年10月 但小平到日本訪問 參觀了日產汽車、新日本鋼鐵、松下電器等企業 乘坐了日本新幹線之後 日本的現代化工業令它大開眼界 當年的新日鐵副社長關澤秀哲 回憶起這樣一個細節 1978年10月 中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但小平訪問了日本 考察了新日鐵、軍經製鐵所 但小平對陪同的日本官員說 就照這個樣子 幫我們建一個廠子 之後 新日鐵原建的上海寶山鋼鐵廠項目全面啟動 克服了各種困難 前後歷經七年 大功告成 寶鋼一期工程 從新日鐵引進了成套的設備、技術和管理制度 上千名寶鋼技術人員在新日鐵接受培訓和實習 新日鐵也先後派出大批技術專家 參與寶鋼的建設和技術指導 寶鋼建成投產 為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也成了日本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樣板工程 不過 寶鋼只是日本援助中國的開始 第二年 日本首相太平正方發表了一篇著名演講 祝福中國實現現代化 並說 更加富強中國的出現 可以使世界更加美好 從此開啟了日本全面對華援助的序幕 1979年12月 日本啟動了一個大項目 對華政府開發援助項目 簡稱ODA ODA包括資金、技術和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 據統計 截止2015年 日本累計援助中國322億美元 其中包括優惠貸款290.4億美元 無償援助超過13.5億美元 技術援助超過16.2億美元 涉及367個大型項目 40年以來 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援助國 其援助份額佔全球對華援助總額的66.9% 同時 中國也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國 這些援助對中國經濟發展絕功至為 但在中共的刻意隱瞞下 中國百姓對日本的援助知之善少 而中國人知道的只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就 中共領導有方 不過 對於日本的援助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一句話 道出了部分實情 他說 我們的現代化是以日本為模式 而不是以美國為模式 那麼 日本的ODA項目 究竟為中國做了些什麼呢? 據ODA的直接參與者和主導者荒木光明介紹 ODA分軟硬兩方面 並分三個階段 每五年制定一次日元貸款和援助計劃 硬件方面主要指能源電力、港灣、機場等基礎設施 其中在第一階段的80年代和第二階段的90年代 例如 80年代規劃了中國煤菜運輸配套的鐵道工程 包括相關的秦荒島港的修建改造和低流碳技術的普及 新日本製鐵與川崎製鐵原建了上海寶山鋼鐵廠 其他項目還包括修建北京國際機場、上海浦東機場等等 而軟件方面主要指保健、醫療、環保、教育和人才培養等 大規模的展開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後 教育、人才培養、涉及22個省份、200所以上的大學 主要集中在內地、偏遠的省份 醫療方面包括提供疫苗生產的工藝技術等 直接關系民生的包括改善所有省份上下水改造系統 另外 在北京、上海、四川、山東等大都市 都構建了情報系統的推廣模式 在經濟的統計、規劃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其中包括數字通訊系統和光纖通訊系統方面的 技術轉讓等等 如果把日本對華ODA的部分項目羅列出來 人們會驚訝地發現 生活中很多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情 都有這個援助計劃的影子 位於北京北三環的中日友好醫院 就是援助計劃的一個項目 是在中共提出想在全國建設現代化醫院的構想後 日本政府於1980年正式宣布 以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合作的方式建成 落成時 中日友好醫院是中國最高水平的醫院之一 在2003年的非典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俗話說 民以實為天 在日本援助計劃中 還有一個是中日農業技術研究發展中心 這也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通過無償資金和技術合作方式 所支持的重點項目 這個項目始於2000年 幫助緩解了中國人口增加 和耕地面積減少的矛盾 保障了糧食的穩定山產 換句話說 2000年後出生的中國人 都有可能直接或間接的涉獄於這個項目 還有 歐地埃開始的事件 剛好是中國重新走向世界的關鍵時期 在世界上其他國家還在景色觀察中國的時候 日本首先批轉了一筆 價值3300億日元的貸款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 收到的第一筆貸款援助 也是迄今最大的一筆外國援助 在文化方面 中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1980年代 中共與日本當時仍然處於外交關係的蜜月期 中國國內很少有反日題材的文娛作品 中國從日本引進了大量電視劇、電影和動漫 如《追捕》、《銀次郎的故事》、《聰明的一修》等等 在大陸廣受歡迎 不過 從1990年代開始 在廖四事件、釣魚台主權爭議之後 中日關係開始惡化 與此同時 在中共宣傳部的指導下 抗日戰爭逐漸成為中國電影及電視劇的主流題材 眾所周知的電影《地道戰》到2006年 觀看人次達到18億 最近幾年 不僅作品數量大增 故事情節也越來越荒誕、暴力 被戲稱為抗日神劇 有一個臨時演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他最忙的一天 在不同的抗戰劇中扮演日本軍人 死了30一次 航電一年消滅的日軍數量接近10億人 平鋪可繞地球兩圈 屏幕上不斷上演的抗日劇一遍一遍地加上了 人們對日本親日中國的痛苦記憶 人們對日本的仇恨在不知不覺中膨脹 甚至一點點小事都會上升到民族主義高度 2001年 影視明星趙薇在雜誌上刊單了日本軍旗服 掀起了口誅筆伐 當年12月28日 趙薇在現場演出時 遭到了男子的頗奮襲擊 今年7月 北京地鐵黃場站 有一組大型壁畫集市同趣 在微博等社媒平台成為眾矢之地 不少網民指責該壁畫窩蜂十足 窩是中國古代對日本的稱呼 壁畫的人物留著武士頭 小孩還是吊燒眼、寬眼具的日本人相貌特徵 手裡拿的是日本標誌的李渝齊 整體畫風偏上日本的服飾會 迫於壓力 北京地鐵公司緊急撤下了這組壁畫 並宣稱將展開調查 今年7月8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 中國各地的反日情節再起高潮 網民一邊倒痛斥日本的文化入侵 而這背後是中共操控民情 目的是反對日本的對台政策和修憲立場 不可否認 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了嚴重傷害 日本援華也有一定的贖罪心態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 日本援助中國的願望和做法是真誠的 這本是良好的開端 讓兩國放下仇恨 攜手走向未來 然而 中共一邊享受著日本的援助 一邊對國民進行反日、仇日教育 把日本當成轉嫁國內政治、社會危機的宣洩對象 造成絕大多數中國民眾一聽到日本就會聯想到清華 卻不知道日本對中國的40年援助 更重要的是 日本的援助計劃 雖然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並沒有讓中國走向民主與穩定 而且還養肥了一批利益集團 讓日本人開始反思自己 日本產經新聞評論說 中國人幾乎對ODA援助不知曉 多年來得到的卻是反日、仇日 並且對華ODA違反了促進民主化、保護人權自由的大綱 認為是日本最大的國策失敗 2016年 川普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 安倍晉三與川普聯手調整了對華關係 2018年10月23日 在安倍晉三訪華前夕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記者會上正式宣布 日本對華的海外發展援助計劃 將在本年度終止 對此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當天在記者會上 一方面承認日本政府對華援助 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則強調 日本也從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同時藉網民之口 一邊感謝日本的ODA援助 一邊暗示ODA是戰戰賠款 受之心安理得 10月25日 安倍晉三在訪華期間表示 中國現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 日本對華經濟援助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而事實上 日本對中國大陸的ODA項目 直到2022年3月底才真正結束 前後長達43年 有學者認為 被稱為中日關係穩定裝置 支撐經濟領域合作的ODA退出歷史舞台 將導致人員交流減少 中日交流管道會變窄 9月29日 日本和中共國互助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但西日的親密關係早已不在 特別是 習近平對台灣的恐嚇 讓周邊國家感到了威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經作出承諾 將進一步加強軍事力量 共同抵禦中共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